台西酒的香腸宿舍已经七十八年了 未来会变成过来的一座新住民妈妈的故事馆 在我们的路里向中用来穿出经育精修 未来在台西新的住民妈妈可以在故事馆里面 跟我们的孩子母国的语言和文化 虽然不虽然新住民妈妈和新住民的孩子们加油